这个动作像你嘛 如果你还这样架拍的话 你是没法发力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抢高点 然后再去回拍 所以你们架拍的时候注意 你只要架好了以后 这里一定要腾出来一点点空间 这个空间腾出来的目的呢 就是让你可以更好的一转身 引拍了以后 你的走往上提 往上走 这样你就可以更好地去抢高点 所以你的架拍就保持一个原则 这个大臂不要夹着这样的感觉 你的大臂尽量和肩膀平行 或者是低于肩膀一点点都可以 但是这里一定要腾出来空间 这样你就可以更好的转身 引拍强高点再去发力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架拍的结构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 和我深度交流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 和我深度交流 我们下来要合上�대 因为我们下来 genetics